勞工署人員在一條大約一噸重的工字鐵旁邊 進行拍攝和紀錄 這裏是元朗福起街有生原水工廠 星期四晚上大約6時 一個43歲姓鄭的南宮人 在尚紫發生工業以外 消息說南宮當時正蹲在地上 燒刊一噸重的金屬鐵 但在一部搬貨的吊機移動時撞到那條金屬鐵 令到金屬鐵彈向事主撞傷頭部 南宮事後受傷倒地 半昏迷的狀態下送去博愛醫院 之後轉送屯門醫院的深切治療保留醫 警方在星期五接獲報案後到場調查 案件列了工業意外 有人意外受傷處理 姓陳的廠長說 受傷的南宮入職大約兩年半 是負責浸身前期的燒板工作 過往從未發生相同的意外 工廠的現場暫時停工 要等待勞工處人員通知復工的時間